现在骑车 8点20左右到门诊部 正好打针 去太早了,人讨厌 去太晚了,人多 骑着自行车 按规矩走自行车道 手里拿个小机器 随时真情流露 我不是说我这个对或不对 伟大还是不伟大 是没人这么做 只有我自己这么做 我喜欢尝试别人没做过的东西 我边上车很多,垫驴子 没有一个人 现在人人拿手机拍 没有人会拿价值300块钱的机器拍视频 当年受胶卷限制 最早胶卷是一张的 后来出现十二张的 就六乘六 六百六 再往以后才出现更多的 就是三十六张的135 科达伊斯曼 三十六张呢 还可以更长 完全看那个暗盒 但暗盒最多装三十六张的 这种极限测距旁舟取景 相机 就是莱卡型相机 其实最早的 最早的好像是莱卡 以后康泰克斯 蔡茨伊康造的都比莱卡好 这种随意性的拍摄 胶卷越多 张数越多 就给了你选择的可能性 所以三十六张的 刚出现的时候 那些用一张的 F64小组 安塞尔亚当斯之类 都看不起 罗伯特卡帕 但是罗伯特卡帕 坚持三十六张 机会多 现在数码更机会多了 你要装个几G的卡 三十二G 六十四G 可以无限制 你要多少张 就有多少张 不仅有张数 而且 而且 随机 随机性的 灵机移动 你要说 我说打磕巴什么呢 就是我又碰到 比较难骑的路了 这些车都是拉克的 但是它写上一个 自用 警察就不管它了 自行车越来越少 几乎没有 放入 再来越压 带到 一 广亂 地 将来越压 广云 广云 的 比较 广云 虽 这 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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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风车电车瞬间而过的那个大摩托 有牌没牌没看见 戴着个头盔 头盔上装了一个GoPro 他也在拍 但他那是被动的 放在头上的 一个头是一个人 最不灵活激动的地方 因为人的脑子 可以是决胜千里之外 但人脑子要动起来 人就得完蛋 我讲个例子 中国有一个第一狗仔队叫 叫卓伟 卓伟是我朋友 我也跟他切磋过 他也是个人行为 但后来变成一个机构行为 他专门拍别人拍不来的那些东西 其中就有 他也用特殊的设备 他给了我一个偷拍眼镜 不是这个啊 跟这个长得差不多的一个偷拍眼镜 很棒 棒到什么程度呢 是目前国际上技术最先进的 这个眼镜没有摄像头 你怎么看也没摄像头 但是这个确实是个偷拍眼镜 他给我这个 给我这个偷拍眼镜 他跟我说 你可以去用 后来我就想 我没法用 为什么没法用呢 因为我 我实际上的拍摄 都是别人将知道不知道的时候 别人知道我的机器 是云南日报的 被印度的 反间谍机构抓过 因为他去那个 那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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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邦 我跟他去过金三角 他去金三角的时候 我就很可怕 我是张鸣卓著的 把两个大相机背身上 而他不是 三星将军这是 他不是 他是把一个摄像机 装在一个女人的昆包里边 在昆包上打一个孔 那你这个 我觉得就很危险 他就 弄错了记者 跟间谍的区别 记者永远是把机器 拿在手里的 只不过那个 机器挂在脖子上 从脖子上到眼尖的距离很近 记者手法很快 瞬间就把他抓下来 所以叫抓拍 所以叫candy camera 所以才有了 亨利卡蒂尔布列松的抓拍拍 这是摄影 而且摄影 他所获取的信息 是广泛使用的 所以给全社会 使用的信息 是新闻 给某一个机构 或某一个部门 使用的信息 可能就是情报了 很难以后 再把他们很厉害 再把他的细节 带走